底下说 借龙斯是盈利性质的 但以前一直亏本 现在是一天15块钱的伙食费 不借伙食费就扣住东西不让走 自从光碟出来之后 说全国到处来人 看一下听高句子吹一遍 给过供养就走了 光是这个月的供养就超过十万 这个我们不要去理他 这是这个过人因果 过人成当 现在的这个时代 是民主自由开放 只要他不违背国家法律 他就能生存 我们修佛的人 不要去感谢这些事情 对于这些事情